現場的意思是說其實韓國瑜沒有反對高鐵到屏東 沒有 現在我心中就講啊 看不起屏東人啊 屏東人姓名都是自等的 他是不要這個左營案而已 他不要這個左營案 如果將來高鐵要延伸到台東的話 這個高鐵拉到潮州附近的這個選項是不會浪費的 可是你今天如果拉到這個六塊錯 等於宣告高鐵將來要到台東這條路 上廣播還原高鐵南沿屏東的想法 並非對手抨擊的韓國瑜不在意屏東 而是指出蔡政府南沿到屏東市的規劃不周全 張善政領軍的各界專家幫韓國瑜在政策上加分 最近韓國瑜傾聽之旅拋出了 如果有機會當中華民國總統 我會主動廢除一粒一休 這個廢除震撼彈又急又猛引發不小爭議 一粒一休實施以來滿多企業主勞工都不滿意 2018年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中大敗 一粒一休也是原因之一 只是韓國瑜喊廢除卻向回力球反彈燒到自己身上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要做重大政策的評論的時候 自己先要搞清楚來龍去沒而不是信口開河了 被府院黨撿到槍工商界和勞團兩樣勤 有挺有罵一粒一休要全部砍掉重練恐怕沒這麼容易 韓國瑜想為企業界和庶民發聲 但在重大國家政策上得自爭俱拙 很複雜細節的政策你絕對不能只用喊的 你背後要有完整的勞工政策白皮書作為配套 你也需要側翼友軍來幫你一起呼應 包含國民黨立院黨團 包含跟國民黨友好的勞團 這些都要同步的呼應 這個議題才會變成一個議題 學者認為一粒一休的確有需要在演繹的地方 韓國瑜的本意是要檢討一粒一休的至愛難行之處 卻因為口快被外界質疑 難道不支持週休二日嗎 讓原本的政策戰場失了焦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選舉操作之下 就變成全有跟全無 那這樣子的話很自然的 他就會變成說 討厭一粒一休的人 他就會支持國民黨 某種程度上覺得一粒一休還可以接受的人 或者甚至於喜歡的人 他就會支持民進黨 政治化的結果 老實說這個議題我個人認為是 藍綠雙方都逃不了便宜 韓國瑜請假跑大選 最近拋出不少政策牛肉 像是希望未來設立觀光部 因為現在觀光涉及面向廣 包括文化美食宗教等等 這些並不是都是交通部主管 像是森林遊樂區是林務局管理 如果設觀光部可以拉高層級統籌主導 我們國民黨也有各類型的政務官都有 我們有一系列的文官制度培養出來的文官 這些都可以作為韓國瑜的子彈 可是要看韓國瑜能不能利用而已 藍綠對決選戰節奏來到政策戰場 民進黨有執政優勢 想重返執政的國民黨 在議題主導上必須更謹慎 國政選民都睜大眼睛在看 TVB的新聞 柯順總王一集也看不到